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很開心回來王國大球場比賽 隔了13年 回到大球場比賽會更近社區 更加比香港觀眾容易接受籃球 其實九龍區會比較交通方便 來到大球場看我們的比賽 我覺得來了王國大球場打的話 第一是和大眾一樣讓大家知道 原來王國大球場是有另一個活動的 不是只有足球比賽 讓大眾知道原來還有一個運動 在香港存在的 有一個出名的 是籃球 讓他們有一個訊息 不只是王國大球場 只是有足球比賽 所以我覺得帶給他們一個 可以宣傳到我們的籃球 就是香港的存在 我們是回到大球場 我們在大球場上 我們有增加在某些地方 我們有增加的地方 我們有增加了250多 但我們沒有打破 我們是真正的 我們是香港的 我們有一個高級的隊員 我們會回到大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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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們要現場的 所以我們有空間 每個人都會作出 100%的想法 轉運動 放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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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再如何去改善弱點 上一場和針對今場的戰術 可能我們會在防守方面 如何運用 還有可能他們的Ford Pack是強 可能我們用少一些Ford Pack 就用多一些Best Line的戰術 哈薩克是一隊 他們的Ford是很大份的 我們看到在影片裏面 其實知道我們不可以跟他們眼碰眼 我覺得最好就是 教練也有說過 其實跑多一點 傳多一點球 可以LFT TO RIGHT多一點 希望他們跑多一點 等到他們累一點 我們的遊戲就會開始 EASY UP 我們會拿多一點分 或者是可以